北部都会区 拥有大面积的湿地、鱼塘、沼泽和红树林 是多类物种的栽生之所 亦都是候鸟重要的中转站 未来的北部都会区 可以怎样保育这些重要的自然资源呢 积极的保育政策是规划的重点之一 政府建议用破格、有力的做法 收回大约是700公斤的私人湿地和鱼塘 幼化管理并修复一些荒廢了或退化中的身境 北部都会区会建设三个湿地保育公园 其中一个位于豪河围 这里将成为东西非料的廊道 在三宝树和南深围一带 亦建议收回具有高生态价值的鱼塘和湿地 保障和强化拉姆萨尔湿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另外亦提议扩大香港湿地公园 并建设尖臂咀、楼浮山、百黎海岸保护公园和海滨长浪 连同现在的米布自然保护区和香港湿地公园 将会形成一个面积大约是2000公斤的湿地和海岸生态的保育系统 将会成为香港市民带中宝贵的生态新景和户外康乐的资源 达至发展和保育并存的目标 拉姆萨尔公约是世界多国政府于1971年在伊朗 拉姆萨尔市签订的公约 1995年米布和内厚海湾约1500公斤湿地 正式列为拉姆萨尔湿地 每年在这里停留的千飞候鸟多达10万只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